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是受宠若惊 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才叫做受宠 这暧昧的举动 小秘书鸡皮疙瘩都要掉下来了 赶紧闪人 结果来到卧室更夸张 温泉 双人 成双成对 爱心 还有 你是搞出什么了 这是要吃干抹净的节奏啊 趁着总经理洗澡 小秘书一顿折腾 终于干净了 只是销毁的证据全都跑到楼下的温泉池里了 总经理看这情况 玩耳一笑 原来小家伙喜欢这个调调 真正的 趁着点 要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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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经理仿佛孔雀开评 各种秀身材 小秘书看得直咽口水 真是羡慕极度恨啊 为了不被吃掉 赶紧找借口溜了 副总给小秘书打电话 让他帮忙挡酒 一杯五百块 其实没有他的嘱咐 小秘书为了保住自己的清白 也不会让总经理喝酒 现在更是有理由光明正大 当总经理的黑骑士 但是爸总心疼啊 不由分说 扛起小秘书就走 回到房间 平时小秘书扭扭捏捏撕文文 但是喝醉后跟换了个人一样 调皮好动 还相当主动 总经理这哪扛得住 小秘书的聊播啊 于是该发声的还是发声了 但是第二天醒来 小秘书就不认账了 把一切都推给酒后乱性 完全不想负责任的态度 你说 你不能喝 是怕喝了会乱性 你是不是还打我 两次 总经理被气得想揍人 但还是忍住了 想着去卫生间冷静一下 再和这个魔人的小妖精算账 结果小秘书居然逃跑了 到底是哪里搞错了 这小子是故意的 还是最远就这样 这小子是不认负责任的态度 这小子是不认负责任的态度